是这样子 插在自己 哇 没有插到我的头顶 插到帽子上 应该插在你的 就是环泄的地方 就是你的天窍 要灵魂再出去的那一个孔 插在那里 是作为一个指示 你必须要观想 你的祭輪中间有一个红色的 Home字 红色的Home Home啊Home的Home 是直立的 那么它底下有一个勾 它伸到秘轮的地方 秘轮的外面 勾住一朵白色的莲花 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你的腹部有一个Home字 红色的Home字 那个勾勾啊伸出秘轮 勾住了一个白色的莲花 那女生呢 是勾住了红色的莲花 白色的莲花 就代表男生的白菩提 红色的莲花 就代表女生的红菩提 然后接着 Home 一阵Home 把气提起来 往上冲 往顶翘冲 往你暗示的顶翘冲 在你的顶翘产生一个弱疾 也是红色的 再来白色的莲花 再来是白色的莲花 再来红色的Home 在这个上面 刚好把它红色的莲花 拉到最高面 再来是白色的莲花 被红色的莲花在上面 引出来勾住这个白色的莲花 白色的莲花在上面 再来是弱疾 也就是最上面 就是你腹中的红色的 后日 再来是你的白菩提 白色的莲花 再来是你的弱疾 这个弱疾 这个弱疾就是男生的 男生的 密教是用金刚处代表 他都感动的掉下来 地心引力 红色的白色的红色的 金刚处变成热疾 就是这样 这是你的观想 你在练的时候 就是要练Home 合起来的音 气 层底下 然后 把这个Home字 拉到上面 上面Home字 白菩提 若疾 就是在那顶上 这是属于内 观修的方法 观修的方法 女生也是一样 一个Home字 提起来 喊Home 往上提 Home 就整个震动 Home 然后往上提 他一直 这个红色的Home字 就升上来 到底 然后再来 红色的莲花 这是女生 红色的莲花 就是红菩提 把它提到 最上面 这样 这是观修的方法 观修的方法 这是 做无肉法的观修 然后 还有基数上的方法 我讲了很多次 这个笑话是 我问儿子 长大的想做什么 他说 他要做妇产科的医师 妇产科的医师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想做妇产科的医生呢 他说 妇产科的医生 是唯一 可以把女人的衣服脱掉 他们的老公 还要付我钱的职业 这个实在 有点过分 他要做妇产科的医生 这个女生啊 女生本身跟男生的这个 身体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女生没有弱疾 女生没有弱疾 那么女生只有红色的莲花 跟红色的红日 男生呢 有这个弱疾 还有红色 白色的莲花 跟红色的红日 这都是用观想的 这个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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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做什么 我拿着 鸠血 拿着 小吃 像